新冠肺炎疫情是藥 全球確診病例不斷上升 不少海外居民、留學生都選擇回到令人安心的家澳門 他們大部份其實都很配合防疫工作 留在自訂的酒店進行醫學觀察 首先真的要感謝政府 你說一定要感謝 如果政府不對我們這班留學生做那麼多反應 和那麼積極地去配合聯絡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回不到來的 因為我自己是住在學生宿舍的 我們就很多人分享一個flat 因為如果你管到自己 都不可以去管別人出街 那個風險就很大 那時候就決定立刻買機票回到澳門這個地方 其實回到澳門絕對會安心一點 因為在歐美地區他們首先人很多 還有他們那邊的一些防疫資訊 是非常清楚不透明的 他們現在提倡如果自己有些輕微的症狀 他們都會只叫自己在家 留在家隔離 會建議到醫院的 隔離期間每天都會有專人為他們安排三餐 明覺體溫 政府人員更加會不定時地打電話關心他們 但是面對網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留學生回到澳門 家長在酒店送物資 隔離當道家 他們就有這樣的回應 因為我們當時3月13號那班機 剛巧我們跟韓國確診的女生同一班機回來 所以我們所有人就要去酒店隔離 然後食宿方面 每天提供三餐 定時定後有人送來 有些家長他們就會送 例如網卡或者洗衣粉來 因為酒店的物資有時都不充足 如果你想洗衣服的話 都不會提供到這些物資給你 我覺得是真的什麼都有 毛巾、洗索用品、紙巾等 家人真的要送的 可能睡衣、學習用品 我們臨時臨時回來 真的帶不到那麼多東西 我半個行李都是我的書 我自己就是盡量住家裡 不要帶那麼多東西 不要來那麼多錢 經過同學反應 政府介入跟進之後 不少酒店都增加了物資供應 另外考慮到 留學生是隔離期間有網上上課的需要 政府都有跟電訊公司溝通 優化網絡通訊 高級8 他本身開了群組 同學可以跟回不同酒店入群組 裡面都會有政府人員在 我們都會在裡面說 通知酒店裡面有什麼物資 讓大家不用擔心 高級8 高級8 又跟CTM溝通 然後他也提供了我們 20G免費的流動上網 因為都知道我們在裡面的WiFi 不是那麼好 隨著海外回來澳門的居民 越來越多 政府也多次強調全澳是一家人 大家要同舟共濟 共同抗疫 其實大部分老生 跟本地的澳門居民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澳門人 外地出市 其實唯一可以去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自己的家 就是澳門這裡 我相信 沒有一個留學生回到澳門 會想為澳門社會帶來不變 但是其實我們都明白 市民的憂慮 始終40天沒有確診過 然後我們一回來 就突然間有這麼大量的確診人數 但是在我隔離期間所看到的 就是大部分留學生和家長都很遵守政府的指引 所以就希望不要以偏概全 其實在疫情期間 各人都有各樣的難處 我相信如果我們大家都可以 守望相中和相包容 就可以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equipment 電視以後 我們有時候購買公寰 involvement 我們就 Knife 我們下次見 你知道購買二屆 這裡 是 我們 我們 人民